柯文哲他是北越 在今天領清城 裁定無保請回 柯文哲離開北檢之後 他是到了立委黃珊珊的住處 就在剛剛 黃珊珊的坐車是已經離開了 現場最新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葉婷 葉婷請說 好 主位觀眾 記者持續守候在的 就是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位在戲子區的住處這邊 為什麼會守在這邊呢 主要就是因為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獲得無保請回的時候 他不是回到信義路上的住家 而是來到這個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位在戲子區的住家 不過在稍早的時候呢 透過我們鏡頭也捕捉到了 大概是7點19分的時候 黃珊珊的坐車呢 是離開了這個住處 是開走了 不過呢 我們通過我們鏡頭上面 也是確定就是 他是位在這個駕駛座上的 只是呢 我們不確定 他是要開在哪裡 因為呢 今天剛好也是 立法院的新會期的報導時間 而在昨天的時候呢 其實民眾黨就已經發出了採訪通知 在今天8點鐘左右的時候呢 由民眾黨團的八席立委 會一起聯合的召開記者會 除了是要說明這個會期 將會通過哪些優先法案 或是說要說明這個開議的日期之外 也確定呢 這個黃珊珊也是有列席的一個狀況 只是呢 我們現在持續守候在這裡 在剛剛的時候是沒有看到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是離開的一個狀況 只是我們回顧這個整起的事件發展呢 因為從今天凌晨的時候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呢 是大概是在凌晨3點45分的時候 是離開了地檢署 只是呢 他在凌晨5點鐘的時候呢 獲得吳保請回 也首度呢 是在臉書上來發聲 他也說明了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840% 他是完全的不知情 而且呢 是一直到今年呢 三四月的時候 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他才知情的 而在當時他在市長任內的時候 他是完全沒有來插手干預這起事件的 只是呢 因為這起事件呢 也讓外界質疑的是 包含了陳佩琪他在當證人 就是離開這個地檢署的時候 也是回到黃珊山的住處 另外還有包含柯文哲 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也是回到黃珊山的住處這邊 也因此呢 外界質疑 那黃珊山這一起案件 到底是扮演何種角色呢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柯文哲抵達黃珊山的家 大約是在清晨5點的時候 距離現在大約是已經有兩個小時了 那麼所以在黃珊山住家附近 有什麼樣的最新觀察呢 我們要把時間 今天交給人在現場的記者 葉婷來告訴大家 幾年政辦金華城案呢 是從8月30號開始搜索 柯文哲的住家開始呢 一直到今天的凌晨呢 是最後由法院來裁定呢 這個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其實歷時的是三天三夜 只是呢 這一次呢 柯文哲從北檢離開的時候呢 他並不是回到 他在信義路上的住家 而是前往呢來到這個民眾黨立委 黃珊山在汐止區的這個住宅裡面 只是到今天為止呢 到現在為止呢 柯文哲呢 是還沒有離開這個住處 只是呢 按照慣例呢 柯文哲呢 一般呢都會來到這個黨團 來進行這個每天的一個開會歷程 但是今天會不會前往黨團來開會呢 目前沒有最新的一個消息 只是呢 我們有回顧這一起的整個事件的發展 因為包含呢 柯文哲呢 是在凌晨三點 大概四十五分左右的時候呢 是離開了北檢 他呢 是先來向這個支持者來喊話 同時呢 他也重爆批評這個檢連 因為包含了他說 他們查扣他的手機啊 還有印碟呢 是從裡面來編 找資料來編故事 另外他也說到這個金華城這個840%的容積率呢 他是根本就不知道 也沒有過問或是干預這件事情的 只是呢 證據這起事件當中呢 我們也看到的就是黃珊三這個角色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一次呢 柯文哲呢 是從北檢這個離開之後呢 是先前往這個民主黨立委黃珊三在戲子這個的住家裡面 而同時呢 那個當時他的夫人陳佩琪呢 也是以證人的身份進到北檢來進行問話的時候 他離開的時候 也是由黃珊三是親自的開車 來把這個陳佩琪給接走 而且呢 捷走呢 也是來到這個住處 而不是他們在新一路的上的住家 也因此呢 這一起事件來看的話 我們也可以推測說 黃珊三呢 在這一次的角色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 這也因此呢 國民黨的智庫副執行長林濤他也質疑啊 為什麼這個黃珊三你也有參加便當會 那你甚至跟柯文哲的關係也這麼的良好 那是不是他也呼籲這個連檢呢 是不是也可以盡快的來釐黃珊三在整體事件扮演的一個角色之一呢 只是今天呢 剛好 9月2號呢 剛好也是立法院這個黨團新開議的一個會席 因為呢 今天稍早的時候呢 大概是8點鐘左右的時候呢 民眾黨團的8席的立委呢 將會在立法院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除了是要宣布一下這個會席有哪一些的優先法案之外呢 勢必呢 這一次呢 媒體也會關注到就是柯文哲這一期的案子 而以上呢 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原本聚集在北檢外抗議的小草們一看到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立刻用大聲歡呼來迎接 柯皮加油 柯皮加油 柯文哲涉入京華城弊案 遭台北地檢署依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 以及貪污圖利罪生涯禁見 台北地院在9月1號晚上8點召開生涯庭 檢察官及律師當庭激烈攻防 2號凌晨3點多台北地院法官裁定他無保請回 柯文哲面色凝重走出北檢 立刻被包圍在人群中 而他的妻子陳佩琪則是依偎在他身邊 臉上終於能夠露出笑容 法官認為他的犯罪嫌疑不重大 因此裁定無保請回 因為依據目前證據資料顯示 柯文哲主張自身沒有相關專業 都是信賴都委會的多數決議 以及參考具有相關專業的彭政生的意見 無法確定他是否知道都委會 形成違法決議來圖利金華城 或是知道20%的容積獎勵違法 所以跟他講說這個案子其實也沒有 在目前所有的證據 也沒有證據說柯文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子 柯文哲發表完兩分鐘的談話 就在小草門的簇擁下上車離開 而對於法官裁定無保請回 檢方也表示將提抗告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在台北採訪報導 好 可能很多人週末假期就是在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被法院裁定的結果會是如何 那就在今天 凌晨3點的時候 他是被法院裁定無保請回 不過可以看到畫面上 他走出遞檢的時候 神情是稍顯疲憊 那他也向小草門發表談話 那在同時他情緒也很激動 而且還兩度的哽咽 他說除了不明白這些搜索的目的 表示這兩天備受壓迫 淋虐 他也感謝法官是扛住了所有的壓力 也要小草門趕快回家休息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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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無保請回 走出遞檢 臉色鐵青 難眼疲憊 不過首要知悟還是要走入人群 在黃國昌 館長和陳佩琦的陪伴之下 對一路相挺的小草門給個交代 如果司法單位有問題 可以傳訊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時間 然後出動 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的主席的住處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特別是去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無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在搜索以後查扣手機跟硬碟 再拿裡面的資料 一篇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領虐 塵上小草秉襲聆聽 阿伯字字句句都透露出這69個小時來 有多委屈 不過最後還是要感謝吉亞庭法官 扛住所有壓力 總算還他一個清白 從檢察官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壓力 好 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兩度哽咽再度致謝 重申自己從頭到尾都很無辜 即便只有發表短短三分鐘談話 對小草們來說異議非凡 最後柯文哲穿越大批小草 和媒體坐上車 想必對柯文哲還有小草來說 這都是漫長又充滿複雜情緒的一夜 邀請人又是指數明明好像總和報導 預備起庭 昨日先生柯文哲被五寶請回 原本低著頭 臉色年重的陳佩奇 瞬間激動落淚 也終於展開笑顏 與一旁的黃珊珊先來個大大擁抱 現場也不斷有小草 喊加油送暖 其實我知道這三天三月以來 你們比主席更辛苦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等一下 再把這個麥克風交給主席 由主席來親自跟各位感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在北院開機家庭的結果出爐前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奇就在黃珊珊的陪同下 抵達北檢現場靜坐聲援 等到好的結果忍不住感動哭了 不斷鞠躬感謝小草支持 千言萬語無法形容當下心情 看到柯文哲從北檢走出來 陳佩奇也第一時間上前迎接 在耳邊好多話想說 也終於能一起回家了 東森西環境中心綜合報導